啊这个什么意思啊 这个是我中文没学好吗 Google你是认真的吗 你这样翻译我真的不能吃了啊 这个是Google崩溃了吧 嗨大家好我是韦度 今天想测试一下谷歌的实施翻译 到底好用不好用 目前我坐标不达佩斯 所以我们今天测的是 生涯利文翻中文 废话就不多说了 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首先出来玩 我们一般要么需要停车 要么需要坐车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这两个地方吧 这边是一个停车收费的一个meter 正面基本上是生涯利文 有少量的英文 能看出来是可以用什么方式付费 但是整个具体的流程 还是不是特别明白 我们来试一下Google翻译 现在看到它这边是翻译了步骤 以及比较详细的怎么付款 就是说如果是现金的话 就直接投币 然后按滤键 如果是刷卡的话 就刷卡之后按栏键 然后按滤键 最后这个应该是 如果需要加时间的话 才需要按黄键吧 但是这边这个英文 为什么是处罚 这个我们就没太明白了 看看最主要的信息 大家看一下其他的 这个是什么 自动业将不会存储现金 自动业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是我中文没学好吗 这个看不懂啊 看不懂 自动业啊 这个我说一下好了 因为我之前问过房东 关于停车的一些事情 所以他这边想说的 应该就是晚上不收费吧 我猜 布拉佩斯这边 一般来讲是 周一到周五的早上 八点到晚上六点收费 周末以及晚上 平时的晚上都是不收费的 顺便再多说一句 就是我这些天在这边停车的经验来看的话 他们每个地方的parking meter涨的都不是很一样 主要是很多地方刷卡的都是用不了的 要么就直接是坏的 要么就是读不出来我们国内的卡 所以说如果想要自驾来玩的话 建议还是准备一些福林的硬币 欧元的硬币都不行 这边是不好用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坐车的地方吧 这边这是个公交车站的牌子 上面这个车站名都不说了 主要看一下下面这两款牌子 第一个是125路和15度的一个详细的信息 走进来看它还是有英文的 就大概还是就能看明白 就不测这个了 下面这个是纯凶压力文 感觉看起来是像一个跟公交车 或者公交系统相关的一个app 我们来看一下啊 想知道什么时候公交车要来吗 这个可以啊 这个翻译的非常顺 赞一个 再看一下下面这一句啊 免费下载BKK应用程序 总是准时到达进入神话 进入神话 进入神话是什么 这是一个什么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吗 还是能穿越到步步进心啊 变了变了 准时到达停下来 那应该就是想说 这个app不太预测的很准吧 大概是这个样子 接下来去超市看看 先到这里是乳制品区域 这边属于看外表 大概能猜出来是什么 但是同类产品的细节区别 就不是特别好猜了 比如说这边这两盒 大概都猜出来都是牛奶吧 但是 稍微有什么区别 上Google看一眼 这边到底能翻译啊 有点小时间 乳糖营救 乳糖营救 意思是这个牛奶 是营救乳糖不耐的人吗 好像也是翻译得通啊 我们把它们翻正的来看一眼 翻过来就免费了 Google你这个玩笑开过了吧 乳糖免费 那他应该就是想说 Lactose Free吧 中文没有学好呀 那应该就是说不含乳糖 这个牛奶不含乳糖 就是这样 这边看完之后 我打算去找一点 在别的地方 没太看见过的东西 大家看到了 这边有一个 有一些看起来 很像鹅干酱一样的东西 但是再仔细看一眼 这个价格 还有这个包装 应该不是鹅干 看一下是什么 标题 歌曲标题 啊 这太不靠谱了吧 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都不知道怎么猜 换一个看一下 猪肝 这个好像靠谱一点 猪肉奶油鱼纸片 啊 猪肉奶油鱼纸片 猪肝鱼纸片 啊 又不明白了 刚刚有点懂了 又迷惑了 稍微挪下看一下 七肝霜带有小红纸 啊 这个虽然读不通 但是感觉不像什么好东西啊 你这个翻译 越翻译 我越是不敢吃了 再换一个看一下 啊 我的过去 Google你是认真的吗 你这样翻译 我真的不能吃了呀 我再挪远一点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 啊 还是我的过去啊 那怕是不能把过去吃了吧 溜了溜了溜了 最后我们来调到这边看一下 我觉得这也属于 有些看图片 还是不太知道是啥的 看一下这几包绿的 香菜 摄香草 切片 崩溃 崩溃 百里香崩溃 哦 这个是Google崩溃了吧 懂一下 懂一下 摄香草崩溃 反正是崩溃了是吧 哎呀好了好了 这大概是Google此时的心情吧 这有点崩溃了 我今天测试下来的感受是 Google这个实时翻译吧 它实零实不零 至少就匈牙利语翻中文 这一条来讲过 只有部分情况下 能猜出来它是什么意思 而且就这部分情况 还是需要稳 各种上下左右挪一挪 我的摄像头 然后联盟带猜一下 它几次翻译的不同结果 来看来 估计一下它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 如果想一次就比较准的 知道结果的话 还是还是需要直接输入文字 然后来翻译吧 但是对于匈牙利语这种 就完全不懂的语言来讲 人家字幕就有44个好吧 就是你虽然可以代替 但是输入这个过程 就让我觉得蛮痛苦的 就 所以说是觉得不是很方便吧 它能用是能用 但是没有觉得这个软件特别方便 如果你有知道什么好用的翻译软件 不要在评论区告诉我 那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不要忘了点关注 我们下次见